在運動的時候 你的要求是腳跟你的鞋子 要貼合 那所以在固定帶 所以一般來講是在足弓 上腳踝這一部分 這裡也是一個固定帶 所謂腳背的網狀是這個地方 最主要目的是增加它的透氣性 十字斷面紗 十字斷面紗只在里程 利用里程把它吸附到外層的面紗來吸收 一吸收然後再散發出來 這個是有申請專利 那一般你如果說穿襪子又要穿護具 像護腳吧 所以從這個角度我們去開發這款襪子 那我們現在用韌粒取毛的這種設備 跟這樣的一個技術 這樣的目的最主要是在保汗的功能 另外一個就是在局部取毛 就是局部的地方做一個保護 穿起來的時候這裡就產生溝槽 會方便我們的汗氣往上流 往上流穿 是這樣的一個目的 銀離子它本身就是可以看見 是把銀的部分離子化 一般來講是在黃色的過程就加進去 所謂三砂連環就是增加它的耐磨性 有幾種類像 有一種是長霜的 我們是在砂線去把它三條砂 或是兩條砂 再去打它 前面